摄取橄榄油和体重增加是没有关系的 甚至还有减重的效果 大家好,我是青蛙大叔 我们一直提倡低碳高脂肪饮食 那么高脂肪的话 必然要涉及到多摄取一些油分 但是不是所有的油分都是健康的 我们之前说过 像是菜籽油、豆油、花生油 这些都不太健康 因为含这个Omega 6 它的成分比较高 容易引起炎症 所以我们应该尽量的避免 那么我们同时提倡吃像橄榄油这样的 优质的脂肪 那么橄榄油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今天跟大家讲一讲 地中海饮食是事业公认的最健康的饮食之一 而地中海饮食用的很多的油就是橄榄油 橄榄油抗氧化防癌症一共有9大好处 今天跟大家来讲一下 橄榄油14%是饱和脂肪 11%是所谓的多元不饱和脂肪 包括Omega 6、Omega 3这样的脂肪酸 但是橄榄油最主要的成分是叫油酸 这是一种单元不饱和脂肪酸 占了它73%的比例 橄榄油的第一大好处 就是因为它富含油酸 可以降低发炎反应 同时的话呢 也对预防癌症有证明的影响 而且油酸呢 比较耐高温 比较适合草菜或者油炸 而像豆油呢 它的这个烟点比较低 不耐高温 容易变质 而且容易产生油烟 就危害了身体健康 第二点呢 是橄榄油还含有很多的抗氧化物 像是维生素E 维生素K 还有类胡萝卜素 和分类化合物 能够降低 对身体有害的自由基 预防慢性病的发生 这样具有抗发炎 保护血管的效果 还能够避免胆固醇的氧化 这样就可以降低罹患心脏病的风险 第三呢 这个橄榄油具有强大的抗发炎的作用 因为身体这个炎症 慢性炎症呢 是引起很多这个慢性病 像是癌症心脏病 淡泻症候群 包括这个糖尿病 橄榄油呢 因为富含这个抗氧化物质 所以具有强大的抗氧化的效果 同时它还含有一种 叫做橄榄油刺激全的化合物 这个的话呢 它类似于消炎药 布洛芬 同时呢 橄榄油里边的油酸 也可以降低关键的发炎指标 C反应蛋白 第四个好处是可以预防中风 因为橄榄油的话呢 从这个研究中已经发现 它是能够降低中风 或者心脏病的风险 这个跟它富含这个单元不饱和脂肪 是有关系的 第五个好处 对瘦身的朋友 是一个好消息 这个橄榄油是不会造成肥胖的 很多研究指出 这个摄取大量橄榄油的 这个所谓地中海饮食呢 是对体重控制有正面效果的 而且试验结果也显示 摄取橄榄油和体重增加 是没有关系的 甚至呢 还有减重的效果 橄榄油的第六个好处 是能够对抗老年痴呆 也就是阿尔兹海默症 在一项动物实验中发现 这个橄榄油呢 是能够去除一种蛋白斑 这个蛋白斑叫做β-淀粉样蛋白斑 这个是造成阿尔兹海默症的主要原因 大量摄取橄榄油 不仅可以对抗疾病 也可以保护你的大脑 第七大好处是 橄榄油居然还可以杀菌 它是可以消除这个所谓的优门杆菌 每天吃30克橄榄油 连续两个星期 就有10%到40%的人 是可以把体内所有的这个优门杆菌 把它杀灭掉的 而这个杆菌的话呢 是跟胃癌和胃培阳都是有关系的 第八大量摄取橄榄油 还能够降低糖尿病的风险 我们当然知道 降低碳水提高油脂 本身的话呢 就是有助于预防糖尿病 和预防胰岛素抵抗的 而且一些研究也发现 橄榄油能够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 第九大好处就是可以预防癌症 因为橄榄油里面富含这个抗氧化物 所以能够防止自由基的氧化作用 从而能够保护正常细胞 预防癌症的发生 那每天应该服用多少橄榄油呢 可以服用15到35毫升的橄榄油 这个可以做菜的时候 放足够的橄榄油就可以了 橄榄油也是分级别的 所以注意 特级粗榨的橄榄油是最好的 这个请大家记住了 好了 关于橄榄油的好处 我们就介绍在这里 你对橄榄油的了解有多少 欢迎来分享交流 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 跟着青蛙大叔随心所欲 轻松空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